其实妈妈帮忙是减轻很大的loading 可是就是在专业知识这方面 还是缺乏很多 像我的第一胎宝宝是属于高需求的宝宝 然后常常用哭来解决他的胜利需求 妈妈就会认为 就是比较有那种传统观念 说不要一直去抱他 让他继续哭 其实一直哭是对小朋友不好的 到最后他就会长脚痛 妈妈请一些亲朋好友啊 会拿一些像符咒啊那种 沾一点在小朋友的嘴唇 自己搞的压力很大 其实月子餐都吃不下去 我觉得在厂后护理之家 就是真的是差蛮多的 俗话说月子做得好 于事无烦恼 每位妈妈从怀胎十月 到生产过程都十分辛苦 好不容易生产完 是非常需要有足够时间来修养 并多吃补品调理身体 或许还能改善以往不好的体质 但到底要在家里 还是月子中心做月子经常引起讨论 第一胎因为是距离现在已经四五年前了 然后那时候其实也刚出社会不久 然后就会比较经济上的考量 然后妈妈知道之后就是有主动提出说要帮忙 其实妈妈帮忙的是减轻很大的楼顶 可是就是在专业知识这方面还是缺乏很多 像我的第一胎宝宝是属于高需求的宝宝 然后常常用哭来解决他的胜利需求 妈妈就会认为就是比较有那种传统观念说 就是会说不要抱啊什么的 就是不要一直去抱他让他继续哭 可是其实一直哭是对小朋友不好的 因为他就是会吸到很多气体啊 然后导致他又瘴气的情形 然后这样恶心循环下去的话 就是到最后他就会长脚痛 隔天一早就是妈妈也会就是可能就会外出 然后请一些就是他自己的轻盘好友啊 会拿一些比较就是像符咒啊那种 可能就是会喇喇的 然后就是沾一点在小朋友的嘴唇 可是你不会吓到啊 我会吓到啊 因为我自己觉得说这种东西不知道有没有细菌 然后小朋友喝了也不知道会不会怎样 对啊会常常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跟母亲吵架 就是我洗头他也会说 他就会说尽量在床上休息 然后不要去碰到水 像我们不是现在都会滑手机吗 也是会说都不要滑手机什么的 可是其实你坐月子期间很无聊 不可能完全躺在床上 对他都会说 他们以前是就是都卧床休息 对啊不会碰一些就是其他东西 自己搞的压力很大 然后其实月子餐都吃不下去 然后妈妈就会又会有一个说 你都不吃东西什么母奶不营养 就是因为这样宝宝才会 可能又导致宝宝哭泣什么的 又有一些就是就是我们认知上的不同啊 可是其实那时候是真的吃不下压力太大了 如果你在坐月子期间压力太大 会影响你的那个哺乳量 有时候他们不是说你哺乳量会下降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有没有放松 我觉得在厂户护理自家就是真的是差蛮多的 其实我老公也非常支持我这个决定 因为其实那时候就是第一胎 因为就是不好的经验常常跟他吵架嘛 其实他有会认为说我在家顾小孩很爽快 就是可能就是小朋友睡你就跟他睡啊 其实没有因为我们还要挤奶什么的 然后还消毒一些小朋友的奶瓶啊 一些用品 所以其实你睡觉的时间没那么的多 实际来到月子中心 看看到底跟在家里坐月子有什么差别 房间一眼望去 该有的请居设备都有之外 还有能暖气 应有了用品消毒机器 以及专人照护起居服务 让妈妈和孩子都能获得很好的照顾 但这样的住房价格 每天动辄三四千 甚至破万起跳 一个月至少就要花费十几万到三十万以上 真的划算吗 你去想哦 如果你今天是个新手妈妈 完全没生过孩子 突然生完孩子 在医院三天五天结束地回到家里 你就要开始面临所有的一切 可是来到月中心 你会有一个将近一个月的一个缓冲点 可以好好休息 可以得到一些 卫教 学习怎么照顾小孩 再来呢 你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你得到很好的休息 所以你的 大家都有听过产后忧郁症 就是因为休息不够是很大的因素 再加上焦虑 因为我什么都不会 回到家里 你就要面临到一切的这些 你就要自己面对了 所以 事实上你说 这个钱贵还是便宜 我觉得要看妈妈的选择 其实月中心也不见得 每家都很贵 它从一天四五千块 到一天一万多块都有 就跟饭店一样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预算 去选择适合你的月中心 其实该有的东西都会有 只是说有的房间可能比较大 空间比较大 那加上他可能睡比较好的床 比如说有的可能房间是设置 是国外的民床 那或者是国内的一般的床 或者是所谓的人员配置的问题 人员配置很重要就是 一般卫福部的规定 一般大家都是规定 一比五左右 就是一个护理师照顾五个宝宝 是一个平均值 吃的方面其实 因为现在的人标榜的是 做月子是少油少盐 就是比较清淡 月子中心基本上呢 现在大部分都会有配合 两到三家合规的中央厨房 从外面每天 就是每一餐热送进来 到月子中心 所以月子餐 基本上一定都经过 营养师的调配 热量的控制 然后让他能够边吃 边瘦下来 再来就是当然 餐点不外乎就是 如何让他的身体的循环 能够恢复 当然现在月子餐点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重要的入味 入菜 去 有点是氧气 调理 我们讲的调理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让一个妈妈 能够好好的 做好月子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是无价的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